大家好,这期视频继续用草书体书写腾王阁序的句子 云霄雨季,彩彻取名,落霞与孤雾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 意思是说,正之雨过天晴,红霄云散,阳光朗西,落霞与孤雁一起飞翔 秋天的江水和辽阔的天空连成一片,浑然一色 这个时候已经是临近傍晚了,一场秋雨刚刚结束 乌云散去,成空如洗,只剩下天边一抹 被夕阳映成五彩的云霞,在这云霞的背景之上 一只孤独的鸟儿腾空而起,飞向天际 目光追随着鸟儿远去,它的身影越来越小 最终只看到在遥远的天边,大江和天际都在暮色中变得模糊 最终融合在一起,难分彼此 这里的孤雾中的雾是什么鸟呢? 这个还是有正义的,有的说是胖胖的水鸟 是鸳鸯还是野鸭子呢? 但这些鸟不善于长距离的飞翔,而且都是成群结队的活动 所以有人认为,可能王伯形容的是白鹿或白鹤一类的飞鸟 这种鸟呢,身姿鲜美,善于飞翔,最能引发人的失性 有可能在写的时候,雾将鹿写成了雾 所以才造成这个误解 秋水共天长一色,这句诞生出了水天一色这个成语 将水天之景写到了极致 这两句话一出,文章顿时就活了,就有了颜色